新版《天龙八部》定档 王宇燕惊艳 阿子灵动 段宇依旧无法超越 由杨佑宁领衔主演的新版《天龙八部》杀青许久之后 终于官宣定档了 新版《天龙八部》将于8月14日开播 而这次官宣定档 也意料之中的曝光了演员阵容 三位男主角杨佑宁饰演的乔峰 张天阳饰演的虚竹 目前来看半相和气质都是符合期待的 现在只看正片里的效果如何了 但另外一位男主角 段宇 却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 一来 这个角色看似简单 其实要求极高 要干净亲心 要风流多情 还要一身贵气 二来这个角色 已经有了陈浩民和林志颖版本的朱玉在前 且颜值和演技都几乎到达顶峰 所以后来者很难超越 三来 饰演段宇的白树 颜值和气质并不非常出众 且因为近期播出的云顶天宫里 他饰演的无邪 白树的颜值和演技都备受吐槽 总之 目前来看 段宇依依旧无法超越 王宇燕这个角色同样要求很高 且李若彤和刘亦菲的版本 也非常经典 但新版天龙八部 李文永山饰演的王宇燕 却依然惊艳 依然值得期待 毕竟文永山此前有同类型的角色 海上沐云记 李的潘兮 而他的表现很惊艳 这次在新版天龙八部里 无论是路透还是剧照 文永山的扮相也都很惊艳 当然 天龙八部里 最重要的亮点之一 就是一众美女角色们 如果他们的选角成功了 那么这部剧就算成功了一半 这是新版的阿珠 延喜攻略 李尔琴的扮演者苏青 和红杉饰演的阿子 他算是新版里几位女性角色中 比较惊艳的选角 从剧照来看 和红杉的阿子 灵动娇俏 同时还有一股邪气 不知道这次 会不会像如意传里的 小琵琶精那样出彩呢 这是钟林和穆婉青 平平无奇 这是如意传里饰演阿弱的曾奕轩 所饰演的天山同老 这造型明显借鉴了舒畅版的天山同老 所以对于新版天龙八部 以及一众女性角色的选角 你怎么评价呢